自2009年3月开机起 影片无人区在四年之中 六度被传出定档上映 却因题材受限等原因一再拖延 10月25日 片方在京举行发布会 导演宁浩携主演徐珍 黄博 于南集体亮相 正式宣布影片确定于12月3日 赫岁岛上映 对于这个喜讯 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 都只用了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高兴 那会不会觉得就是之前太久啊 包括全民目击啊 让几位主演 什么身价呀 重量都不一样了 就是那是不是觉得就现在 上映反而效果会更加好 就是之前可能是 倒是件好事 对 高兴 高兴了 太高兴了 对 其实这个是个 皆大欢喜的一个 一个事情 12月3号我们上映了 首先先边上映高兴 作为投资方来说高兴 这个成本你想比那时候 是在省了多少 对不对 很高兴 然后呢 然后突然在这个时间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大家又合作了一次 高兴 同为贺岁片 同样定档贺岁的 无人区和冯小刚指导的私人定制 似乎不得不面对厮杀票房这个话题 我们是拍电影 我们是拍电影也不是搞那个体育竞赛 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就是大家一起来展示个空间 能给观众看到不同的电影 而且我们这个应该是会不同 非常不同 从疯狂的石头开始 从疯狂的石头开始到今年 您好徐贞黄博三人已相识七年之久 因此媒体很好奇 多次合作的徐贞黄博两人是否会产生七年之痒 不会 只要能够越到黄博 永远有新鲜 结果几年的打造 我们产生了一段不同于非凡的孽缘 相比七年前 已身为人妇的两位男主角 片酬已不可同日而语 且具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 而据传 三位已经开始了下一部影片的合作 片酬这个敏感词 也再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就是玩命运戏 要换我的话 就现在片酬会不会彼此年前的无人区要翻倍了呀 几位的片酬 告诉 不是你这个 你这说了我的心里边 你那意思比那时候还低啊 不是 那你肯定要得给牛豪导演打的主要吧 你们觉得 怎么跟他们谈价啊 哎呀 刚才谈价 我们要是这位朋友在场 我没有要做我们的场没秀呢 对 好 好 大家明白了吧 行 谢谢 谢谢你 好 我们请继续 我们刚才在谈的是徐征的价钱 哭鱼乐 北京报道 送到 badly 我们就在内词 先打开 快乐 加油 よし Akt 美味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